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8月23号 今天我们将为大家介绍我们的TF94高速 鱼型口罩机速度是130到150片每分钟 整机采用的是11个四伏四超声的组合 那首先呢 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一个样品展示 这个呢 是我们一个常规的鱼型印花口罩 我们是支持客户来定制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比普通的平面是更加的立体 然后里面的空间也是更加的大 那我们的耳带呢 有内耳和外耳 那我们这个是外耳 那这个外耳的这个焊点的部分呢 它也是可以定制的 客户只要发定制不按我们都是可以做的 那我们接下来会由工程师介绍我们的口罩机 那今天我们来介绍我们的TF94高速版 工程师呢 工程师呢 会会从这个料杂的部分开始 那我们要这个部分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这个料杆是采用鞋匪手杖的 对它是通过鞋匪 就是通过这个简矩匪 简矩匪来给参数 来控制那个布料的那个方力的 然后呢 这边是手拧的 手拧的话这个往这边是松 就给拉出来了 装布料的时候呢 推进去把它扭 测试针 第二牛的话再给张紧 把这个杆给张紧 那上面的刻度主要是用来干嘛的咧 像这种刻度的话是每次上布料的时候 验准这个刻度的这个参数 一个标准数 比如说30次 你推装这个布料的时候 就装到30次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哦 所以每次都是这个位置 对 那相比于气胀轴是哪一个会更好一点 气胀轴的话它打气要相对手胀轴比气胀轴优势更大一点 因为手胀轴只要用手扭就行了 气胀轴呢 是要通过打气的方式来打来张紧这个张紧套的 哦 所以这个手手动的会用的更久一点吗 对对对对 那我们这个是采用的 这个是采用NX的那个按键款的纠编线 按键 按键款 对 这个呢 它是一个纠编线 嗯 它是可以通过这个感应器来感应布料 来通过上面来调整这个布料的左右 然后这边是有个自动 它自动档呢 是通过这个感应来感应的 感应来自动调节 那这第一个部分是 这边是上下进布料的 这上下进布料 这边是两条 上面是两条 中间流空的是为了那个鼻梁条 切断从这个位置送进去 哦 然后送过来这边的话 那经过这个滚花 上面有超声波 2600瓦的超声波 来发泼 靠这个纸膜印出来的起印 哦 那这个齿印是可以更改吗 这起印是可以根据客户的版型的更改的 哦 那这里 通过这边呢 然后它印花出来了 要把外面的线位 那些造型把它切出来 要通过这把刀 这把刀 这把刀是长刀 然后长刀切出来 切到位置 就通过这两边把那个边料拉上来 经过后面的收拾废料 哦 那这里我们一般怎么调节这个齿轮 是通过这些 这种柱子吗 是靠过这个绳碱 这个按钮 绳扭 来把它调下去 把它压到位 压的过程中它不能快 又必须要慢 哦 这个 你们这个 这个轮子呢 作用是压着这两条线 不让它折回去 它是压着这两根线 压到这边 这边还有一个挡板 这挡板也是挡住 这个布料不让它收缩回去 然后呢 一直到这边 看到这边呢 这边是有两块 对斜板 它对斜板呢 是一边 这边是对着这边包边的 这边也是对着这边的包边的 它是经过两边交叉 合起来就起这个造型 哦 所以这是这是第一次折还是第二次折了 对 这两折了 这个呢 这个调节呢 是通过调节这个缺口 缺口的位置 嗯 然后这条滚压紧以后是这个滚压紧 把这个口罩能压平一点点 然后呢 经过这个滚方 把这个滚方压出来 也是通过上面的潮声波 把它发波 经过这个齿膜把它压出来的 压出来呢 它经过最后面的一条胶滚 最后一条胶滚呢 就可以把这个布料压得很紧 都可以 可以把它压平一点 嗯 压平的几点 之后呢 是通过这个切刀 最后的切刀把它切出这个造型 哦 这个调节呢 就是调这个切刀的位置 左右切刀的位置 哦 然后 那这个超声波是用的多大的 也是2600瓦的 多少可以的 15倍的 哦 OK 然后经过这边的口罩出来 出来之后呢 它是有个翻转 比如这个翻转 感应到感应器 它就会翻转 翻转过去 嗯 那 哦 那如果客户要类耳的话 它就不需要翻转了 对 哦 好的 那这边汉耳机这边 这边汉耳机是9个十幅6个不进的 啊 这个结构 这个汉耳机 主要的作用是 把这个两个耳朵 这个耳层把它焊出来 嗯 然后通过这边的内折 这个内折呢 把它这个耳朵折进去 啊 现在示范给它 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会压一下 啊 折折进去之后 它连接包装机会比较容易装是吗 对的 那就取消员工来折叠 直接让机器折叠出来的连包装机就可以了 那我们 那我们四 呃 9个四幅分别用在哪里 给我们展示一下 可以吗 9个四幅呢 我们一般装在 嗯 一个主炸位置 嗯 主炸位置 嗯 一个 闸线 闸耳线位置 一个电机 两个电机 然后4个旋转闸线的 好 就4个 对4个找线的 嗯 就一共6个了嘛 啊 然后这个 还有就是拉线 这个拉线 拉线电机 对 好 所以就发现了 还有一个呢 在机子上 比赛的输送带 那个料盘输送 啊 哦 这里 对 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线路 可以观察到我们这个 94幅 94幅 6不近 7不近 对 7不近的话是多了一个内折嘛 哦 内折要一个不近 对 啊 OK 那我们 我看我们这个机器好像还有一个废料回收装置 对 在后面 那我们为什么要单独弄一个这样的废料回收装置呢 因为他前后那个口罩 他切出来是有废料 嗯 他废料呢 他要不需要通过这个收废料机来收 收卷 不然的话 你这个废料排出来的话 他很阻碍的地方 然后现在是通过这个收废料机 他收卷起来的话 他是单独一个制服来控制这个张力的 哦 他要四股电机来控制 对 用四股电机来控制这个张力的 哦 OK 那谢谢 那这个就是整个KF94高速机的一个介绍 那 不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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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